如果你不接触 或者你没有身边遇到这样的一个 出现精神类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朋友 你根本不知道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出现这样一个现象了 就是因为我家里 我的女儿现在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我再带她去精神类疾病去 治疗的过程当中 我才发现了这个情况的严重性 你不在那样的一个场景当中 你都感受不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啊 可以让你看到或者感受到那种 壮观的那种触目惊心的那种触动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 我们作为一个家长啊 家属带孩子去看病的时候 只是关注到青少年 现在出现问题的特别多 但是大家有没有就是印象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出来一个热搜新闻 说在深圳多数的这种 精神病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医院 住进去的大部分都是老板 就是有一个数据 说有一个医院呢 它全部的床位只有1300多个床位 那是深圳最大的一个精神病医院 但是硬生生的住进去了 1600多个精神病患者 大部分都是老板 为什么呢 因为三年疫情下来 很多人都撑不住了 这些人呢 又是想坚守自己的这个争信啊 不想违背自己的诚信的这样一个底线啊 把自己给纠结成精神病患者了 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 就在我们可能没有能力去改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价值观上和认知上 做一些及时的一些调整和改变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啊 首先我先说两个方面的一个因素吧 第一就是社会方面的一个因素 经济快速发展了20年很多人都体验了 因为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物质上的一些满足 但是我们的精神没有得到及时的一个提升 疫情包括金融危机 很多人都负债了 陷入了一个比较沉重的一个这种 因为物质 因为经济给自己带来的这种极大的一个精神压力下 走不出来又没有解决方案 咱们这个时代又没有配备很及时的一些这种精神性的一些引导 导致了很多人都想不开 抑郁了 这就是成人啊 或者说在于年龄大的一些老人他们患抑郁症的这些 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啊 就是儿子或者女儿 因为什么事情啊 就是抑郁或者自杀了 他自己走不出来 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沮丧反应 自己走不出来 导致自己老龄了以后呢 也出现了这样一个症状 还有一个群体 很大的一个群体是什么 就是青少年 高风险其实在9岁到18岁 为什么这个青春期的这个孩子很容易到这样一个病呢 因为他本身是人格 根本就不成熟没有建立完善的一个前提下 他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个压力 他无处释放 他没有缓解的空间 再加我们现在高压的一个学习环境 导致了孩子可能在家庭当中受的一些压力 他没有学习的空间 因为学习太紧张了 为什么国外这么想 没有 是因为国外的这个教育环境 教育体制 他没有这么压抑 一般的下午两三点就放学了 孩子随便玩 人家都是在得知体操 全方面能力方面的一个培养 而不是说数学语文 这些基础学科的一些培养 社会环境 学校的环境 都不行 都变态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现在就在研究这些东西 然后在思考这些东西 就只能是你要去真正想想 你自己真正想要啥 你是想要我们很多人 评判的那种成功啊 还是你想要幸福 幸福是什么 成功 很多每个人的这个评判标准不一样 有些人认为挣了很多钱就成功了 不一样 不是的 当你真正 你得了这种心理疾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啊 你有再多的钱你也不快乐 现在我们身边这样的现象还少吗 很多的这种有钱的一些明星 他们有的是钱 但他们得了抑郁症 那到底什么才是幸福呢 有一种学校 现在已经开始在我们身边 已经出来了 就是前两个刚刷的 有一个什么叫 浙江的一个叫什么 那个道士学院 学院就是 那它是配合道士 我不主张一定要去学道 但是呢 就这种的轻松的环境 孩子学学怎么插花呀 孩子恋恋太极呀 大大这个 就是说做做操啊 孩子出去玩 孩子游山玩水呀 孩子学学这种什么 诶 道德经啊 学学这种传统文化 我觉得这个才是对我们孩子 真正有用的东西 或者你学学怎么与人沟通啊 或者你学一个什么技术啊 这才是真正应该 我们学校的样子呀 所以我觉得啊 我们真的是应该 改变一种思维 我们不能让我们自己 被这个变态的社会 再逼得成了神经病 到时候我们就成了 这个社会残害的一种 只能是说一种失败品了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 谢谢大家